今年的这个我们把经济增长目标定为5%左右 这是综合考虑了各方面因素 包括国内国际形势 包括需要有可能 可以说是一个立足当前照演长远的制定的 具体来说 从当前的需要来看 大家都知道 从当前的需要来讲 我们要扩大就业 增加居民收入 防范化解风险 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速 今年的就从就业来讲 今年的就业压力是比较大的 城镇新增就业 要达到1200万人以上 根据就业跟经济增长的这种大体上的这种对应关系 或者说根据经济增长的对就业的这种拉动效应 大体测算一下 要实现我们的就业目标 大体上呢 大体上呢 也需要这个保持博物人左右的这种增速 当然了 还考虑到其他方面的一些需要 这从当前的需要来看 从长远来看 或者是从中长期来看 我们要到2035年实现 就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到2035年吧 我们制定的目标是要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 那么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我们就要达到 中能发达国家的水平 这里边呢 虽然没有数量的 这个明确的数量要求 但是里边呢 隐含着对增速的要求 所以根据各方面的测算呢 从现在到2035年 我们要实现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这种目标 那么大体上要保持在 接近百分之五吧 四代反正不同的测算 数据不太一样 有的说4.8 有的4.9 有的说需要五 大体上需要分入五左右 这是说呢 从需要来讲 另外从可能来讲呢 综合分析了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撑条件 和有利因素 综合 权衡的 我们呢 这些年来啊 这个党和政府啊 我们制定这种发展目标 其实呢 都是这么做的 既考虑到需要 也考虑到可能 从考虑从需要来讲 那可能 高一点更好 但是呢 如果说 没有支撑 那最后达不到 那也不行 所以说呢 对你提出来的目标 能不能实现 我认为 我们 实现 今年实现 百分之五 左右的目标 是有条件 有支撑 就是 其实呢 这段时间 不光是在 中国的国内 包括在 包括国际上 包括一些 主要的国际机构 对 今年 中国的经济增速 做了一些预测 做了一些预测 现在一些主要的国际机构啊 像 MF啊 像这个 其他的一些组织 都做出一些预测 包括一些经济学家 对这个事情呢 也进行 这个讨论 同样是 见仁见智 见仁见智 我们说 有信心 有能力 这个 实现这个目标 我想呢 我说 在这里呢 我也不做 这个 从学术上 从理论上 来探索这个问题 或者说 就是从我们的 基本的逻辑 基本的常识 这个角度 我来谈这个看法 一个 就是 支撑中国经济 这些年发展 包括去年 我们实现 2%的增速 这背后的基本动因 它是没有改变的 而且在很多方面 是在显著增强 你比如说 包括中也讲到了 中国经济发展 具有诸多优势 包括我们的 这种超大规模市场 这种需求优势 我们的产业体系 完备 这么一个供给优势 我们这个 高素质劳动者 众多这么人才优势 等等等等 这些因素啊 这些动因 它是没有改变的 比如说 我们的 这些年的新动能 这个在快速发展 一年比一年增强 像我们 这个新能源汽车 它短短十多年 就从 就从这个 从屋到有 发展壮大 去年产销量超过了 九百多万辆 报告里边讲了 产销量占全球的比重 超过百分之六十 等等 我说这是一个方面 就是说 支撑这些基本的动因 没有改变 第二方面呢 就是 今年以来 经济发展的 积极因素在增多 同时呢 去年制度经济发展的 一些不利因素 我讲是一些不利因素 在趋于弱化 一些不利因素 趋于弱化 前面讲到了 去年年初 一二月份 我们当时还在 为疫情的平稳转断 在努力 今年呢 这种疫情的影响 包括疫情的 所谓八恨效应 在减弱吧 比如 这个 在防范 在化解 房地产 地方债务 中小金融机构 这些风险方面 去年通过 我们 各方面的协同努力 取得了积极成效 所以房地产的 这种投资销售嘛 总体上呢 是 有所好转 或者说 至少是在稳住吧 当然 有些方面呢 这个 还有待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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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呢 还 还在变化 这是 但从总体上来看 房地产的形势 在有所好转 地方债务风险嘛 到的整体 上来看呢 到的缓解 中小金融机构 改革化险的那种步伐 也在加快 我前面是讲这个总体的 当然 就 这些 重大的风险 隐患的防范方面 我们还是要 任务呢 还仍然兼具 而且同时呢 也出现了一些 新情况 新问题 但不管怎么说 毕竟 今年跟去年相比 它总的是在向好的 而不是在恶化的 等等 还有一些因素 同样的 大体如此 同样如此 我这样讲 绝不是说 无视困难和挑战 实际上今年 中国经济发展 面临的国内外形势 依然严峻复杂 依然严峻复杂 这个 所以政风工作报告里边 大家注意到 是用了 较长的篇幅 来阐述我们 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这个困难嘛 年年都有 日子嘛 年年 就是什么 日子 年年难过 年年过 这个 最后过得还不错 是吧 这个 中国的发展 这些年 这个如果 拉长时间 周期来看 从来都是在应对 困难和挑战中 发展的 前进的 壮大的 第三点呢 我想呢 就是我们去年以来 包括去年以来吧 采取的一些重大政策措施 它的政策效应 今年呢 也在持续显现 不断显现 因为大家都知道 政策的实施 从尖效 从实施到尖效 那是有需要一个周期的 所以有些去年采取的政策 特别是去年下半年采取的一些政策的效应 主要会在今年 在显现 此外呢 我们 应对了 前几年的困难 特别是去年 多年少见的这种困难 我们也积累了丰富的 这种经验 我们呢 从财政金融状况来看呢 我们的中国政府的债务 债务率 不到百分之六十 这个 我们的金融呢 总体稳健 所以宏观政策 还有比较大的空间 这个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呢 政府报告里边 已经才提出了 很多的重大政策 如果说将来中国经济 遇到这种超预期的 这种冲击 或者说呢 这种国际环境 发生超预期的变化 我们 政策工具箱里边 还有储备工具 还有储备工具 所以 据 这个 从我个人理解嘛 至少嘛 我就是说从这么几点 来看嘛 所以 包括中讲嘛 总体上来看 今年呢 基于大业挑战 有利调业 强于不利因素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既然去年经济增速 我们就达到5.2% 今年 那么实现 5%左右 那不就是 完全是有可能的 当然了 实现世界上的事情 不会自然而然的 很多事情 都是要经过努力 才能实现的 同样 我们今年 实现5%左右的增速 需要攻坚 克难 需要 各方面 进行努力 所以 报告中呢 对此呢 这个强调 说只要我们 灌着落潮 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仅仅抓住 有利时机 用好有利条件 把各方面 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充分调动起来 就一定能战胜 困难挑战 推动经济 持续向好 新闻之源 同样呢 也会能实现 今年的增长预期目标 谢谢